你的對手的爸爸是什麼 台氣聯是不是 我先跟大家講 很多人每次都跟我講說 如果你說台氣聯 台氣聯是台氣還是國光號 我說不是啦 台氣聯它的全名叫做 全國台灣企業投資聯誼會 全國台灣同胞企業投資聯誼會 就是簡稱叫台氣聯 那個全國的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聽清楚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我們剛剛討論的中華民國 那個是中華民共和國 而且它很有趣喔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民間組織對不對 不是 它是國台辦直屬的一個統戰機構 那這個叫做這個台氣聯呢 它的這個榮譽會長 就是我們過去熟悉的 國台辦的前主任劉潔一 張志軍就是他們的榮譽會長 然後呢 他們這個台氣聯 很多台商其實私底下 雖然有加入 可是私底下氣得要死 他們就覺得這個台氣聯 裡面很多叫白啊 好 例如說很多在台灣 你看很多的企業組在台灣 他在台灣 他不敢有自己的政治主張 為什麼 他說萬一我支持民進黨 叫誰知道 哦 未來如果在台氣聯裡面有人打到狡猾 會造成他在中國做生意會有一些傷害 或者會受到刁難 你知道這種恐怖陰影 那變成是一種 前置台商政治思想的工具 甚至影響到台灣的這個選舉 那你看台氣聯也很厲害喔 他每一年喔 只要這個大選的時候 他一定都可以結合 全中國所有的航空公司 然後呢統一 啊 便宜機票 對 你說他 下機票很貴耶 如果可以很便宜的回來 而且超便宜喔 是來回票喔 那我的意思說 他如果是一個純民間機構 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 他就是國台辦的統戰工具嘛 所以我 我之前我就講 洪孟凱你爸爸 你就是台氣聯不但是創會的副秘書長 而且你還是台氣聯的常任理事 你真的常任理事很大耶 是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台氣聯你要當到這麼大的位置 你在中國一定要有相當的投資 要不然你怎麼 可是我質疑他 他又說他們家族沒有什麼投資 可是我後來去查 那如果沒有投資 可是要給你這個位子 那就表示你在台灣有一定的影響力 或是你要使用台灣的影響力囉 不然我問啊 那些台商為什麼要聽你爸的 為什麼要選你爸來當什麼榮譽理事 最重要那個位置是誰的 而且你看 除了像我們 我們都是平凡家庭長大 我也沒有立委媽媽沒有董事長爸爸 他爸爸的這個背景真的很特殊 我舉例來講 他們家竟然有辦法跟廈門市政府 還有全國台氣聯合開公司 合開公司喔 你有那個本事 你去跟廈門市政府 跟全國台氣聯合開公司 他那個公司叫海峽融合 廈門這是國家的耶 這是國家的 這是國家的企業的 廈門市政府啊 對 然後跟台氣聯合開公司 他爸爸掛名 然後叫做海峽融合公司 請問到底融合什麼 我也問說到底融合什麼 你們經營什麼 到底獲利多少 你們賺多少錢 博文你不是第一次講的對不對 你那時候記者會是什麼時候開的 我大概 一個禮拜 不只喔 大概半個月一個月左右了 半個月一個月 他有回應嗎 他不敢回應 然後他反而亂咬 你知道嗎 他反而亂咬我太太 我太太是 我太太是民傳大學老師 他是民傳大學 這個各個學校都會有一些兩岸的學術交流 那我太太從來不預舉 而且他在那邊言行 絕對沒有什麼兩岸一家親啊 促童啊 那就是兩岸學術交流 他竟然抹紅我太太說 我太太過去那邊歌頌祖國統一啦 結果 結果 他舉不出半樣證據之後 我還附送他一段 他媽媽郭樹春在那邊 高唱兩岸一家親的那個口號 真的啊什麼來 來我們也幫你 幫你的媽媽宣傳一下 他媽媽說什麼 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說兩岸中國人要結合 因為他們就已經是融合公司了 兩岸中國人結合就被通飲嘛 對啊 你就是高聲促統嘛 那我覺得那個都沒關係 可是你要誠實面對 因為我講起來 那個我實在不太願意 但是我舉一個 大家不要雙同標準 我們都同意標準 是 我們有一個 現任的立委 他外遇的事件對象是 這個中國籍 他又因為這樣子喔 你知道他自己不但退選 而且他主動接受國安調查 對 那個跟他沒有任何血清關係耶 他爸爸媽媽不但是政治人物 而且 每天在幫他服選幫他募款 那他自己本身又是交通委員會的這個立委 交通委員會大家都知道 國內的港口機場 然後我們的通訊產業NCC 然後 對啊 全部都是他掌握的啊 那難道我們不能質疑這個有沒有國安問題嗎 當然要啊 所以來柏文跟你的對手架一下戰帖 好幾個禮拜不回 趕快 我是認為這個 選舉剩下最後40天的啦 這個很簡單啦 把我講清楚 這個很簡單 我們就來舉行一場辯論會嘛 這個辯論會很簡單 或者說你說我時間太忙那沒關係 中選會都有規定喔 中選會我勾的那個證件發表會 你也可以選擇辯論會 我就是選擇辯論會 題目是定 爸爸在中國跟廈門開公司比較嚴重 還是只是太太代表學校一起去學術交流 比較嚴重 這種題目嗎 這個題目太複雜了 那請問什麼 我們簡單就問說 請問海峽融合公司在做什麼 請問海峽融合公司融合什麼 融合什麼 兩岸一家親是不是國書春強的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大家要講清楚 好啦來辯來辯來辯 對啊 因為這個東西你在透過選舉 我這個我講的都是事實 我也沒有在罵人 我也沒有在批評他 是 我講的就是選舉的時候 本來就要接受這些檢驗嘛 就好像你也檢驗我太太一樣啊 那我第一時間 你檢驗我太太 我第一時間把所有事情 馬上跳出來回應 馬上跳出來回應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把所有資料全部拿出來 然後告訴你就不是事實 是 那請問你這個事情 你難道不用回應嗎 這當然更要回應啊 好 那所以說如果講到 嗯... 桃園的話 剛想你的對手是現任立委 然後他也一直都是以文教立委 是 來做他的形象的鋪疊 所以桃園是屬於國門喔 那你有看到類似這樣 就是說 中國也是要騎門打 步步滲透的狀況嗎 其實一樣都有啦 不過我剛剛聽博文在那邊講 哇 他們那邊怎麼這麼精彩啊 我完全不遮掩啊 不過相對來講這個萬美齡 他比較尷尬耶 比較尷尬 說真的他露出馬不講的機會不多 不過也是露出過幾次啦 包括他也擋過國防預算 那另外一個比較經典的這個作品 是在大概三年前 那個是我們在疫情期間嘛 疫情期間 就很多人用那個room啊 視訊的那個軟體嘛 那當時教育部就講說 欸 不行啊 你用這個room 這是怎麼行的 這是中國的產品 然後可能會這個連結到 有治安問題 對 治安問題等等 我們的萬美齡委員 他那個時候就暴露出他的意識形態 這是他露出的馬腳 他說那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就讓他看我們台灣的狀況 那他們那邊監控的人就會被 監控的人就會被我們的民主的素養 民主的生活所感化啊 對啊 這就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是完全沒有設限的 完全沒有設限 那就是說哎呀 這個 他沒有講兩岸一家親 可是他心裡的想法就是 兩岸一家親 對面的人是很和善的啊 他願意傾聽你講話 就算是監控的人 我們都覺得他十二不赦 可是事實上他心存散念 他看到民主之後 他自己就 就心中就崩壞了 接受民主的 國民黨的立場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門打開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家的門要關好 所以這很離譜啦 我其實喔 古代就講過 孫子君卡就講過這句話 就物是敵之不來嘛 是無由以待之嘛 就是你不能整天想著他不過來啊 你自己防備是什麼 像是門鎖啊 或者說像剛剛博文講的 練成六塊肌啊 我只是要防禦嘛 那像這一種 偶爾他事實上他一直是很 避免爭議的人物 可是他一旦露出馬腳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 完全都一樣 另外其實喔 你假如說就行為來講 個別行為可能看不出什麼 他常常上紹康戰情室 那去上紹康戰情室的 他的那個mindset 他的心靈的狀態 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就戰鬥籃 戰鬥籃 雖然他 可是他一直捨眼 他一直捨眼 他在桃園一項講法就是 我就是教育立委啊 什麼孩子的下一代 你我未來 在我來看就是綁架孩子啦 綁架孩子 為什麼呢 例如說像他在跟我選的時候 事實上感覺有點像陷入泥沼戰 因為他是現任立委 他支援很多 我常常講一句話 你現在喔 你去圖門區看 他的牌棒比電話跳得比較多 就是這樣的數量 天啊 好令人羡慕啊 然後呢 然後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在桃園區 我們這個選區 總共18間國小 他每一間去辦這個 這個什麼 某個劇團的這個演出 好 演出沒關係 六宅聊出去 雖然說那很多錢啦 所以算一算大概1000萬跑不掉 哇 重點是說 真的是資源戰 他是破壞行政中立喔 他去叫學校 他是叫學校的校長動員人 然後動員家長 會長 而且更可惡的來說 他們是自願的 唉唷 哪有可憐 我們多少人打電話來說 鋼翔 你在說 這真的很沒接著 卡電話叫我去 還動完啥 老衛老衛 講一大堆 這個其實是也讓學校很 不只是違反行政中 也很疲於奔命 你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人 是如何沒有民主的基本概念 他們可以濫權到這種地步 對自己的權力行使 是完全沒有任何節制 就是這麼離譜 18個學校 每一間學校 每一間學校 政治讀信書一定要看 這個電視上看不到 好不好 他裝得很美 都沒有播喔 但是桃園18個學校在他的選區 直接大啦啦不遮掩 是這樣嗎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他在桃園教育季 那個真的惡霸或者霸凌到什麼程度 我舉個例子好 我也是去參加國小的這個校運會 我旁邊那個位子 空了一個鐘頭沒有人坐 為什麼 因為跟我講話的人 可能會被回報 然後他就會去打電話去念去罵 好恐怖 很難想像到 很難想像到 我不曉得說 就你旁邊的位子沒有人敢做 真怕被貼標籤 沒錯 嚇死人了 還好我今天不怕被貼標籤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你們兩位 還好都不是那個區的 在這裡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可是在那邊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那就是關係霸凌 就算我是律師 我會覺得天啊 這是什麼時代啊 居然有這種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努力去維持他一個虛假的 因為他本身還算是長美美的嘛 維持住一個那個形象 可是他事實上那個手段是兇慘啊 真的是兇慘啊 有點不擇手段 你沒有在那邊 會打電話去 哇我的天啊 我今天選到這個樣子 有些已經 預約法律的界線 只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傳喚中間的證人而已 因為你有時候你要講說 他已經違法事實 你必須要傳喚中間人嘛 那我們可能會把中間人 公出來 因為你成績很優秀嘛 應該沒有在學校被霸凌過對不對 但是沒有想到人生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 出來選立委居然被霸凌 這是 我們心力很強 我們心力很強 擋得住 空一個小時耶 沒有人敢坐旁邊 我跟你講 這個就真的很像學校的理念 學校霸凌的狀況有沒有 完全一樣 關係霸凌 老師問李登說 沒有啊 沒有人欺負他啊 只是他的位置旁邊沒有人坐 還所有人 沒有小朋友要跟他一起玩 因為沒有人敢 不然的話 那個班上的那個帶頭的 就會找這個別人 可是這在討論上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就講 因為我常常不能到教育界 你自己這樣 你要把他打下來啦 你不打下來 我們敢怒不敢 你的名不聊生啊 那這個內心累積的憤怒 就是一個 哇看起來是這麼樣的光鮮亮麗 結果哇這個做起手段 居然是這個樣子 相當可怕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有時候選舉的過程中 可能政治人物做一些包裝 你可能感受不到 比如說剛剛講到的 洪孟凱的家人在中國投資 沒有講清楚 到底洪孟凱 這個我們和博恩下贊帖了 你可以來辯論 你可以來辯 給你公開一個場 也許來我們政治讀心術上 也不錯 我們流氧也非常好 萬美齡呢 除了這個 有關於中國監控都可以 忽略台灣價值的存在的部分 還有剛剛講到 這個也是第一次聽到 原來有這種霸凌的情況出來 至於賴士寶 懷疑火山布雷系統 是要進入巷戰 所以他那時候也有提到那個布雷系統 是他是反對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要買這個布雷系統 意思就是說 這些中國解放軍到時候打過來 我們就是準備好要巷戰 但是實際上這個火山布雷系統 其實是海岸的地雷系統 這跟巷戰是沒有關係 所以我第一個他可能不大了解 第二個是說 他就是用各種理由就是要去反對 所以就是國民黨一貫的做法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的 我要整理一下就是說你看 不論是博文的對手洪孟凱 或者是剛翔的對手萬美林 或是到現在我們 閩申的對手賴士寶 他們通通就是要面對中國的威脅 要台灣氣洩投降就對了 就是最好你家連門都不要門鎖 是直接把門拆掉比較快 是這個意思嗎 是我覺得他像 這個是機動的一個布雷系統 本來就是在我們布雷的部分 我們可以很方便的去處理 對 可是美國一個很先進的防衛武器 那今天我不知道到底 耐士寶要反對什麼 但是我還是要再強調一下 楚音姐你知道他第一波 在年初就上了看板 你知道上什麼看板 在我們選區的 他只寫了他三項事情 他的三項成績 刪除新冠肺炎的時候 紓困振興的計畫 第一個 紓困振興的計畫 他們還吵著半死耶 他跟我一樣在裁委會 他們沒有很想支持耶 他還寫他寫 他刪除了前瞻基礎建設的計畫 第三個就是最扯 就是我也要講說 這跟這個火山布雷系統 是一樣的意思 他寫說第三條 他寫說他刪除 新式戰機的採購預算 這不是馬文君的好朋友 就是 同樣是賣國集團的 所以馬文君那時候 事情那個潛艦的事情 爆出來的時候 結果也有人說 那個賴士堡也是在他看板明目張膽的宣傳說 我有三那個新式戰機採購的預算 所以我覺得這些輕忠 不管是不是輕忠 但是至少他行為看起來 就不像是要保家衛國的樣子 其實這樣講起來 剛想你有沒有要補充 因為我剛剛看你一直點頭一直點口 所以你感覺上你的對手 不只是三預算 是連這種系統 因為我覺得進入學校 學校裡面其實下一代 被影響是更容易 就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叫天然讀嘛 對 那你很怕未來 比如說像我們講到的什麼 小紅書啦 抖音啦 以後會變成天然統 就覺得中國好棒棒 對啊 我覺得是有這種可能 基本上 我覺得他關心的教育 所以他關心教育好像 應該是七分是壯大的自己啦 那三分是為了確保他自己 在這個教育界的這個 絕對的威權 那他至於做什麼呢 我覺得這其實很好玩 因為我覺得這有點像一個共犯結構 譬如說像他曾經去凍結過一個 遠的要命的高雄的軍港的這個預算 那他為什麼去共結呢 事實上他搞不清楚 他不是桃園的委員 他去凍結遠的要命 這跟王宏威去管人家那個 高雄的漁港不是一樣嗎 完全一樣 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自己在 律師的觀點 這是典型的共犯結構 你也沒有做什麼 你幹嘛跑去那邊買檳榔 我是沒有吃檳榔 可是我剛好去把風啊 你是因為把風 你才跑去凍結那個預算嘛 所以基本上取得權力之後 他形成一個共犯結構 這是我們民進黨最害怕的啊 一旦給你過犯 或者變成一個比較多的人的時候 你形成共犯結構 那你做了很多東西 可能第一可能就是說 像剛剛我們講的 沖流量 我就是把你民進黨抹到黑 或者是我是做給中國看的 我怎麼曉得 你這個共犯結構 你看起來他分工就是很奇怪 那可是他整體的目的就是那個樣子 我認為我的對手 絕對就是這個共犯結構你們的一員 是